欢迎关注华尔街焦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接着上回才刚说完 仅仅是一次公安部饭局上的监听内容 就把普通出身的一时风光无两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 孟宏伟送进了大牢 这还是2018年的事 而现在北京对于安全感的强烈追求 或许从当地时间11月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点上就能看出更多 此外习近平最新的对于公安部的人事调动 也可以体现出他的不安感 而在这期节目的中后段还将独家曝光 刚刚宣布的担任公安部党委书记的王小洪 与习近平的亲密关系 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1月18日召开会议 审议国家安全战略2021至2025年报告 在国家安全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确保政治安全 粮食安全防范金融风险 以及加强海外利益安全保护 其中会议把政治安全放在了首要位置 这里也引用一下新华社的原文 会议强调必须坚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 统筹做好政治安全 经济安全 社会安全 科技安全 新型领域安全等重点领域 重点地区 重点方向的国家安全工作 要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 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 要增强产业韧性和抗冲击力 助劳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安全底线 确保粮食安全能源矿产安全 重要基础设施安全加强海外利益安全保护 而这个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将中国未来五年的战略目标公诸于世 其中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内容达到732字 重点突出政治安全 新华社的报道还称 习近平在周四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实现政治安全 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想统一 要实现这样的安全的前提是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 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 而可以与政治安全被放在中国国家战略首位相呼应的 则是北京时间的11月18日 中国公安部公布了修订后的人民警察誓词 其中也把政治安全放在了人民警察需要维护的首要位置 最新版的叫做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誓词 全文为我全是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使至现身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为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保障人民安宁而应勇奋斗 而此前的中国警察的这个入警誓词 叫做人民警察入警誓词 全文为我宣誓我志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 现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 坚决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使之不渝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捍卫者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而努力奋斗 旧版的誓词比较可以发现 新版誓词将旧版的做到对党忠诚大修为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并且将提到誓词第一位置 把旧版的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改成了新版的捍卫政治安全 维护社会安定 则在新版的誓词排在第二的位置 旧版的入警誓词是在2017年的6月左右 确立公布的 除了对警察这样的国家暴力机关强调 种植安全的重要性 在过去四年 北京也在不断清洗政法系统 公安部长 副部长 司法部长 前中共政法委 落马的公安高官也是一个接一个 而在2021年的7月 香港明报曾透露 曾任中共北部战区陆军 副参谋长的少将周洪许 已接任中央警卫局局长 而曾担任福建漳州的陆军 第31集团军步兵第91师政委的敏级少将陈登吕 早在去年11月已出任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 该报道指出 中央警卫局由于任务的特殊性 局长必须是最高领导人 最信任的人 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历来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任 而此次传言的新警卫局领导层 都是来自解放军的野战部队 而非过去由中央警卫局内部产生 明报认为这是显示出习近平军中用人思维的转变 虽然他们在安保专业经验方面欠缺 但可避免长期禁营在中南海内受到高层矛盾斗争的影响 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 隶属于中共军方总参谋部 是中办下属的军级单位 由中办直接领导部署于北京军区 其主要责任为负责保卫 中共党政军高层官员及家属的人身安全 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向来是当权者的亲信 从中共见证至今 先后经历过五任局长 分别是毛泽东的市委长 汪东兴 杨德忠 江泽民的市委长 游喜贵 曹清及王少军 前三人的任职时长均超过十年 而在2015年中共两会前 中央警卫层的高层人士大动 中央警卫局局长曹清 副局长王庆双双调离 这或许也体现出了北京的不安感 再结合这条新闻 更可以看出习近平的不安 根据中国法治日报的消息 11月19日公安部召开领导干部会议 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统治宣布 中央决定 赵克志统治不再兼任公安部党委书记职务 而王小红同志任公安部的党委书记 王小红和习近平到底关系亲密到什么程度 这里华尔街交点用了解到的一则意识来说明 习近平有一次为了展示自己和王小红的关系 在乘车回到中南海的时候 面对车边一众中南海高层干部 习近平缓缓降下车窗特意对人群中的王小红打招呼 并亲切的问晚上吃什么 王小红在最新的中央任命前 任中海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党委副书记 公安部特勤局党委书记 局长 虽然公安部的部长是赵克志 但实际上王小红已在公安部主管日常工作 他还强调自己是主管日常事务常务的副部长 等于宣告是公安部由王小红来主管 而赵克志属于过渡人物不像孟倩猪经营很久 或是周永康有那么大的权势 富尔街焦点还了解到 现在公安部党委书记换成王小红 这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审视目前中国公安部的干部架构 目前公安部已由王小红领导的福建帮 以及习近平的老家陕西帮牢牢控制 但似乎习近平还是不放心 干脆就把党委书记也换成王小红 这或许意味着在二十大之前 要收拾几个政治局委员作为收场 结合之前提到的政治局会议 强调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 而这二十大之前的暗战或许就此展开 各派从上到下或许都在搞小动作 安插人手看不到的政治动荡正在发生 公安部的这次人事调动 很有可能是直接针对贵州出来 政治势力进行清洗的信号 习近平似乎非常忌惮 正在崛起的这个贵州帮 而栗战书的旧时刘其凡 在11月中旬 根据中国官媒报道 刘其凡不再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纪委书记 经中共中央批准 刘其凡是去往辽宁 担任审委委员常委和审纪委书记 刘其凡之前是贵州省的审委秘书长 是贵州的大管家 这次调动或许就是 佐证习近平不安的证据之一 再回过头来说 王小红 王小红是习近平在福建时的旧部 因与习近平关系太好 而曾一度遭到贬折 习近平上台之后 王小红在几年间多次升任要职 习近平执政之后 高度重视国家安全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 并亲自挂帅 国安办主任由政治局委员 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兼任 而王小红则担任常务副主任 是国安办实际负责人 解色吃重 也显示出王小红深得最高领导人的信任 王小红曾长期在福建的公安系统工作 是习近平的福建旧部 习近平主政福州市期间 王小红曾先后在其手下担任过福州市的 明侯县公安局局长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等职 据说当时王小红居住在习近平楼下 习近平出差期间 女儿习明泽就借住在王小红家 正因为与习近平的关系密切 王小红曾一度被习近平的政敌针对 一度从福州市公安局局长任上 被贬到张州市公安局局长 后来又在福建省的公安厅副厅长任上 坐了9年的轮板凳 直到18大后 王小红才迎来转机 在2015年的3月 王小红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 但遇上福正华给王小红设陷阱 后来王小红在北京不满 福正华派的帮助之下 拿到了北京公安局一部分的权利 其中最得力的人就叫陈思源 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副部长 这次明摆着习近平不安加速提拔亲信 王小红至少担任公安部的部长 甚至直接上位成为副国际领导人都不奇怪 华尔街焦点下面还合并了一期此前讲述 傅振华和王小红的节目 放在接下来的视频中 在4月24日 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 第21次会议 免去了王小红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的职务 这样的一个免职 是意味着王小红的仕途有变吗 香港的媒体将其解读为 是继孙力军之后公安部的另外一次人事大变动 但其实性看来却并非如此 王小红是一九五七年出生的 他工作生涯的前四十年都在福建度过 本身是福建人 他从知青工人在福建一直做到厦门市的副市长 还有公安局局长 而在二零一三年八月 王小红调到了河南省 担任省长助理 省政府党组成员 省公安厅厅长 党委书记 在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升任了河南省的副省长 并且继续担任省公安厅厅长和党委书记 而在河南期间 王小红直接捣毁了所谓皇家一号 郑州市公安局包括副局长周庭新 在内的八位民警都因为涉及郑州皇家一号案 被相关部门进行调查 而二零一五年三月 王小红调任北京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 在他之前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傅政华 当时已经任公安部副部长近两年 两人都以捣毁背景极深的涉谎场所而著称 而傅政华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之间 也曾捣毁天上人间 二零一六年五月 王小红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委员 而同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而此时傅政华在公安部已经是二把手 担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 常务副部长 中央六一零办公室主任 中央政法委委员 但是致迟在二零一七年五月 王小红已经在公安部领导中排名第四 他之前除了时任部长郭生坤 常务副部长傅政华外 还有时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 副部长黄明 而二零一八年一月 北京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进行选举 王小红不再担任北京市副市长 但是仍然担任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 市公安局局长 而当年三月 国务院机构改革重新组建了司法部 并组建成立了应急管理部 排名在王小红之前的傅政华 黄明分别到这两个部门担任一把手 傅政华担任司法部党组副书记 司法部部长 而黄明担任应急管理部党委书记副部长 王小红在公安部领导排名升至第二位 担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 常务副部长 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 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和局长 而在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根据媒体报道 王小红又增加了公安部特勤局党委书记和局长的职务 那么王小红为什么被免职呢 真的是因为失去了习近平的信任吗 其实不再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对于他而言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之前王小红被免去北京市副市长的职务 兼任比副市长更低一级的党组成员就是如此 但是现在职务变动正好发生在傅政华 即将被免除司法部部长职务前夕 这也意味着从此傅政华再没有党内职务 从官吏来讲 就没有办法控制指挥北京的公安部门 傅政华能否平安落地 是习近平一念之间的事情 而说到北京市公安局 还要从罗瑞卿来说起 当时他担任公安部部长 兼任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 另外有两个同样经历的人 就是傅政华还有王小红 当时罗瑞卿要把北京市的治安搞定 这样才能够全国公安一盘起 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卫党中央 后来接任罗瑞卿的人是冯继平 最大的功能就是建立了秦城监狱 但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不想到自己也进去了 现在傅政华一度成了真正的北京王 有一系列重大的要案都与他相关 比如令吉华的儿子令古神秘死亡时 令吉华找了周永康 周永康又找了傅政华 而傅政华报告了孟建柱 也报告了习近平 这是傅政华从周永康的嫡系中被拔出来的非常有力的一击 另外我们大家都很关注的雷扬案 从中可以看到北京公安局的黑暗和肮脏 但是大家有可能不知道的是 对于雷扬的档案完全是捏造的 种种构陷手段可以说十分卑劣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 在二零一五年新来了北京公安局的局长 就是王小洪 王小洪是现在团队里最受习近平器重的一位 两人在福州时就是上下楼的邻居 王小洪既是保卫习近平的安全 也是维护当地的治安工作 而后来王小洪被调到河南 当时当地有不少异样的现象 所谓平坟运动 就是把祖坟改成农坑地 当时多个省份都有这样的现象 而就属河南最为过分 有传说说习近平在河南的祖坟据说也被平了 这件事情还直接指向了卢展公 他在福建省委书记任上就讲了习近平的不少坏话 但是他当时资历比习近平深很多 当时习近平希望的何立峰的升迁 也是被卢展公卡住 两个人就这样结下了梁子 因此习近平最信任的王小洪到郑州做了公安局局长 而接任王小洪北京公安局局长的许延军 当时就与王小洪搭上了联系 他曾经在消防系统工作 担任河南消防总队的队长 几经历练成为了北京公安局的局长 说明王小洪培养心腹心思至深 而其实雷洋案就是冲着王小洪而来 为王小洪埋下陷阱 就看他如何处理 处理得轻也不是 处理得重也不是 就是为了要激起民愤给他找麻烦 而后来的结果是呢 王小洪几乎没有处理 也有说法说 当时有上千名警察向王小洪提出辞职 抱怨加班太多 没有工资 而这些人都是傅政华的老部下 王小洪和傅政华关系的微妙可见一斑 当时王小洪只好以不准辞职 才卡住了这一波辞职潮 而后来王小洪延迟进入公安部 没有成为公安部部长 与北京公安当局的内斗也有关系 然而一步步培植势力总算是有效的 现在国保局的陈思源 就是王小洪架空孙力军的重要人选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焦点的所有内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 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 娱乐爆料 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 期待